哈喽大家好我是顾帮上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啊我们来吐槽 如果究极计划的完全成立RPG 比现实更垃圾的话的男主角 杰成红 去上一次我吐槽了本作的女主角 如月里乃后呢 我就打算做一期节目要来吐槽男主角啦 毕竟我不可以只是吐槽女主角嘛 这样就对这一位凶大无能女人太不公平啊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就连男主角也一起吐槽吧 虽然我并不讨厌杰成红啊 但是他肯定是我看过 视野西方也最笨最窝囊的男主角啦 最后说男主角是至少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从男主角的背景开始说起吧 结成后之前是一位被许多人瞩目的短跑选手 就有一次比赛的时候 因为失误跌倒结果又漏尿的关系 导致他退出短跑运动啊 沉溺在虚拟RPG的世界里 而杀尿在库子这些事情也成为了他的阴影 甚至有一度因为在游戏里杀尿 结果气得他一度想要把游戏给卖掉 也就是这款垃圾游戏极热物 现在男主角好像很可怜哦 是值得同情的一位角色 但如果你把他过去看一遍再稍微思考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啊 男主角会这么常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因为在比赛之前呢 男主角是想要去刹厕所的 刚好就有一位知名的短跑选手向他搭话 导致男主角兴奋过头挖去刹厕所啦 才酿成接下来的大祸的 就连杰尝和的妹妹安慰男主角时 还对自己的妹妹破口大骂 结果造成兄弟的感情非常不好 认为整件事情他并没有错都是四季的错 结果他就沉溺在虚拟游戏里逃避现实啦 所以从整件事情看下去呢 你会发现整件事情都是男主角自作自售的 而男主角拿到极热物的过程也是辣人无语啊 男主角拿到这款极热物的经历呢 我有在这支影片详细说明啦 所以在这里我就做个快速懒人包吧 由于男主角他把原本要买新游戏的钱 交给了两位小婚婚 也就是被敲诈啦 导致他不够钱去买新游戏 他就来到了女主角的店买新游戏 结果女主角就用诡计骗男主角 买了这款12年前的垃圾游戏极热物 虽然我在之前的节目一直吐槽女主角诈骗男主角之类的话 但事实上男主角也是好不好拿去啊 如果那个时候男主角他坚持退货或者是警告报警的话 他是能避免忘这款垃圾游戏并且让对方退钱的 但因为女主角使出色诱战术的关系 他才没有和女主角追究的 从这点来看呢 只要让男主角给他稍微差一点色情的甜头 他就会立刻改变主意啦 对就是没有主见 而他这种性格呢也在游戏里吃了非常多的亏啊 例如他以为可以和Dol X审查官 迷扎立扎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结果差点被对方砍下手脚下个尿裤子啦 或者是因为老板娘是为美女的关系 结果无意间来到了黑店 所以在游戏里呢发生了一些衰事也是他自找啦 有一部剧情更是让我和小抓进皮肤里 一般的抽男主角的脸啊 就有一回是讲说男主角因为在游戏里尿裤子 就在用产生心理阴影啦 所以他决定要把游戏给卖掉 结果又被女主角的身材给射诱啦 然后继续玩下去啦 也就说呢 就像有人碰到男主角的底线啊 只要对他使用射诱诈树 他就可以随便原谅人啦 这就显得男主角非常的窝囊啦 而且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男主角要如此执着玩这款游戏啊 到现在为止呢 我都还不知道男主角到底有什么理由去碰这款垃圾游戏啊 在这里我不讨论其任务这款游戏到底有多烂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坑爹的游戏机制 那就是如果男主角在游戏里死翘翘的话 那他的游戏主机就会故障啦 对你没听错 就是游戏主机会坏掉的意思啊 这种就好像是呢 在现实中你买了一款洛克兰X系列里最垃圾的洛克兰X 结果洛克兰X的游戏机制是 如果玩起来game over的话 X2就会立刻过着差不多一样的情形啊 所以要去玩这种垃圾游戏啊 况且男主角不是为了拯救世界 也不是为了光沙亚素娜 或在鸟罗里等着出手配啊 而是抱着买都买了就继续玩吧 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想法 去赌上一台主机玩这款垃圾游戏啊 我都怀疑男主角是一名法社会人格的抖M啊 而且更让我好笑的是 他竟然非常认知的向妹妹说 我今天玩游戏可能会打打架哦 所以让我去玩游戏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男主角的妹妹听了 一脸满头问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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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要吐槽了 我怕继续吐槽下去啊 结果和男主角要变成把气啦 虽然结束后有一些烂人老火的性格问题 但同时他也有让我蛮佩服 或者勉强称得啥是优点的地方 就是这位男主角的忍耐力以及坚持力 非常的强大 虽然我刚刚一直吐槽 为什么他会坚持玩几任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他对于游戏的耐心是相当高的 老实说如果是我玩这款烂游戏的话 搞不好我第一天就以马逼十块钱包油拿去卖啦 不然就是玩到西卡西里一生啦 所以从导演程度的角度来看呢 我是蛮佩服男主角的忍耐力以及坚持力啦 但是为了破坏一款游戏 就需要抱着陪了几身又折肌的觉悟真的带就补吗 好以上就是我对杰成宏的看法 总的来说呢 他就是一位笨蛋 完全不缓慢坚持完这款烂游戏动机的笨蛋 但从笨蛋的另外一面呢 又可以看出他对于某件事情的坚持以及耐力 是一位优缺点都相当明显的男主角 但就是这么一位不起眼又让观众看了会吐血的男主角 才显得他在故事里的表现非常有趣 并且让观众们感到好奇啊 总而言之呢 这部动画再多集化就要完结啦 这剩余的话说我们就好好关注节奏后的后续表现吧 虽然我觉得大多数的话就是为了看 这位胸比头还大的女主角啦 好如果大家对今天这期的节目又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彼此分享哦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是顾巴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